我们分手吧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怎么了嘛 亲爱的 你看看你什么都没有 连个车都没有 我朋友的对象 个个都买车了 就你没有 每次都去哪都要跟他们拼车 这不是我的车吗 但是这个车去远都去不了啊 别人开小车 我们开这个车 这车也可以去远的地方啊 怎么就不可能去呢 那我们比人家慢呢 而且下雨呢 下雨了我们淋雨 慢点无所谓啊 你看慢的话 我们就慢慢走啊 是吧 去那里那么着急的干什么 我们淋 又下雨我们就躲雨啊 骑这个车 挺好啦 我觉得你一点追究都没有 就满足现在 怎么就没有追究了嘛 我 那你追究买个车呀 买个车我就不跟你分手了 你说买就买呀 钱都没有怎么买呀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是不是 现在有什么车就开什么车就行了 我爸妈觉得 你跟我根本就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你看 不是门当户对呀 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矛盾啊 他们说你这个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过一辈子 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过一辈子 他们重新给我找一个了 有车有房 你想要车也要房以后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也会有的嘛 你说好了我要跟我们一起努力 要跟我努力一辈子啊 算了 我也不想努力啊 我想要现成了 现成 难道你也这么现实吗 这不是我现实啊 那本来就这样 谁好跟谁啊 我干嘛要去找苦吃呢 是不是啊 我爸妈说的对啊 可是你和别人也没有爱情啊 有讲话就行了 要什么爱情啊 这些年我跟你吃很多苦 没有钱啊 没有钱 我根本就不想过这样子 就算有爱情没有钱也很苦的 我宁愿不要 是 那你也太吓死了嘛 你看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不管我们生活有多苦 都会一直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已经也陪你几年了呀 你还是这样子 可是钱不是那么好赚啊 要是好赚 我早就买了啊 是不是啊 就这样吧 我们 就直接结束吧 我爸妈已经给我找好对象了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 有钱 你不跟我在一起 你让我怎么办啊 这以后我生活都不能没有你了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我们就这样吧 以后别联系了 你怎么要和别人一样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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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